我當然不嫌棄我生病 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我有跟他講說 我生病了 你確定你要娶我嗎 他說沒關係 他還是要娶我 就是這承諾打動了 歷經一段失敗婚姻的林新榮 決定嫁給眼前這個 總是笑咪咪的法國男人 來自法國的伯朵咪 本身不是甜點師傅 只是曾幫岳父經營過甜點店 那段婚姻沒能持續下去 離婚後的伯朵咪 偶爾會透過網路認識新朋友 就這樣遇到了 同樣感情受挫的林新榮 他還開玩笑他說 我把那個弄得亂七八糟 就知道他在後面抽死這樣 這些年林新榮過得不好 原本從事英文口誼的他 有一次到紐約工作 被倒下的棚下重擊頭部 留下永遠的傷害 過了幾年之後就開始有後遺症 就發生了癲症 就可能可以處理很多事情 現在變成一件事情 要很專心做完才可以 不能分析 會不會很挫敗 很祝敗 認命 但林新榮的狀況 重回職場並不容易 於是博多咪決定 到妻子的家鄉台南 賣道地的法式甜點 我跟妳說得對 然後所有產品都很乾淨 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在法國已經有很多 在法國也沒問題 所以我會在台灣 和台南 和在法國 夫妻倆分工合作 撐起一家小店 博多咪要繼續打拼 每天現做新鮮平價的甜點 讓更多人 嘗到這來自法國 道地的甜蜜滋味 在法國 餘 by bwd6